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来一起做这个小时候新年最爱的London Almond Cookies伦敦杏仁饼 香酥的牛油饼干 裹上一层浓厚的黑巧克力 撒上杏仁粒 咬下去里面有一整颗的杏仁 非常好吃 首先我们先来准备杏仁 把它们倒向这个baking tray上面 铺上一层 不要重叠 放进预热的烤箱180摄氏 烤7到8分钟 上下火不开旋风 再中程烤 烤直到它们颜色稍微变深一些 其中几颗的杏仁会有出油 而且你闻到很香的味道 就可以拿出来彻底的放凉 在另外一个大碗当中 加入无盐牛油 记得要室温软化 不是融化 就用打扮器来搅拌creamy 一下就可以了 提起来会有煎饺 再加入糖粉 就是Icing Sugar 就过筛下去 免掉这些颗粒 好了之后 来搅拌 搅拌一下之后呢 用中低速来打发 直到它们变成淡黄色和乳化回质 看到颜色的转换吗 是creamy的 在一个小碗当中 削开鸡蛋 捞出蛋黄 今天这个食谱会用到一颗蛋黄 之后加入一些的香草精 继续的把它们用低速来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好了之后拿一个塞纸 加入低筋面粉或是cake flour 加入杏仁粉 奶粉 我用的是全汁奶粉 之后还有一些的盐 把它们全部过塞下去 好了之后 用刮刀以轻盈的翻拌手法来混合 记得翻拌的时候呢 沿着你的碗旁边 之后再往中间刮几刀 这样子来混合 混合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换成用手 不要揉面好 轻轻的把它们推按 直到它们成为一团就可以了 不需要揉面 不然的话饼干会硬 好了之后你会有干净的碗 就是你做对了 它的面团软硬是适中的 好了之后呢 把面团分成大概七颗一颗 把这个小面团滚圆 之后呢 把它们形成稍微椭圆的这个形状 之后按扁一些 拿一颗杏仁 把它们包得紧紧的 确保不要有任何的空洞 好了之后 用手把它们形成顺滑的椭圆面团 记得收口一定要紧实 把它们放上一个 有烘烤纸的烤盘 之后再继续的重复 把它们形成一个火炎形 稍稍的按扁一些 之后把杏仁就压在中间 收口 确保收口要紧 之后把它们形成顺滑的椭圆形 就属于比较长形的 跟着almond的形状 这个食谱 总共可以做65块的饼干 好之后 把它们放进预热烤箱 180摄氏烤15分钟左右 上下火不开旋风 再终成烤 烤的过程当中 它们会膨胀之后 稍微收缩了一些 就是烤好了 烤出来让它们彻底的凉透 如果看到有裂痕呢 就是收口不紧或者是面团包的不顺滑 烤好了之后 下面应该是黄金的 现在准备一些迷你的脂膜 就是paper liners 把它们全部开起来 我今天要用的是黑色的 因为觉得用黑色的放了巧克力下去 它会比较干净 因为颜色是接近的 你就不会看到到处都是巧克力的 现在准备黑巧克力 在一个烧开的锅上面呢 你就放上 我们要用水浴法 就是double boiler的方式 用中火来融化 要不时的 轻盈的搅拌一下 这样子它们才可以均匀的融化 融化好了之后 就加入一些些的植物油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巧克力 更加的顺滑 而且给它一点的光泽 混合好了之后 是这样子的 就可以立刻离活了 之后让它们大概放温了一些 还有一点温度的时候呢 就把饼干丢进去 就裹上一层的巧克力 确保你饼干的方向呢 是正确的 就是底部要在下面 好了之后 震出这些多余的巧克力 之后放进这个迷你纸模 之后再继续的重复 记得要震出这些多余的巧克力 不然的话会太多 之后呢 小心翼翼的装进你的纸模 漂亮对不对 可以吃过加入四到五颗 如果你的碗是够大的话 记得它饼干的方向 不要转到 这样子呢 放进纸模的时候 它出来的那个形状 会更加的漂亮 震一震这些多余的巧克力 放进纸模当中 重复直到做大概十颗了之后呢 就放上这个杏仁粒 在巧克力固定前呢 就要撒上了 要不然它不能粘 所以呢 我做大概十颗左右 就可以开始撒上了 撒上了之后呢 建议把它们放进古东冰箱 大概十五分钟了之后再吃 这样子巧克力就可以凝固了 这样子我们的 London Almond Cookies 伦敦杏仁饼就做好了 你们有吃过吗 这个是我小时候 新年最爱吃的饼干 它不只是在华人新年 在马来新年 印度新年 他们都会做的一个 很好吃的饼干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个呢 是还没有放进冰箱之前的 所以呢 拿来比较 一个是已经放进冰箱了 一个是还没放进冰箱的 看到它的差别吗 放进冰箱冷却之后 巧克力定型 所以呢 凝固之后 它就会湿起一些些的光泽 不过呢 更加方便 而且更好吃 尝试一口 黑巧克力 再加这个酥酥的牛油饼干 非常好吃 我今天用的是 coverture chocolate 会好吃很多 因为它的可可 因为它的成分更高 可是会粘手一些 这个呢 是还没有凝固之前的 所以还保持一定的光泽 两个都很好吃 不过呢 我本身更爱固定之后的 而且里面有这一整颗香香脆脆的杏仁 非常非常好吃 希望你们尝试做 好不好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 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